主教在堂1月1日在玫瑰聖母堂 举行天主之母哲彌撒 由李斌生主教主持 李主教以当日的福音指出 我们从马祖中能够找到一份平安 除了因为耶稣的诞生是为了带领人类回归天主爱 也因为圣诞马祖的圣母玛利亚及圣约室代表住家庭的爱 是一份爱的音信 当日也是第54届世界和平日 主教认为真正的和平并非一帆风讯 而是新心灵的和諧与平安 他强调平安源自于天主的临在 是天主的恩宠 当我们面对疫境的时候 只要有天主的临在就会得到平安 另外主教又引用教宗方制国 关怀文化是通往和平的道路文告中所提及的关怀文化表示 真正的平安也是来自人类的互相关怀与保护 他鼓励教友多参与义务工作 透过关怀行动 让近人感受到爱与平安 以关怀文化推导死亡文化 并缔造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